首先做這一條 裡面有個8,有個64 我們先做8,其實就是2的3次方 64就是8的2次方 所以它是2的6次方 我們把這資訊放進公式裡面 就2的3次,外面還有3n次 64是2的6次,外面有n次 所以就變成2的n次乘2的9n次 over2的6n次 那就是2的n次 2的n加9n-6n次 就是2的4n次 但是這裡全部都是4 4是什麼?4就是2的2次方 所以我們做2的2次方 2n 就是4的2n次方 所以答案就是b